我说你们和之集团人都长这么矮吗 小短腿 你们 看什么看 我们拍照关你什么事情 就是你们这些穷屌丝 特别是你这个倒背头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一定是个穷鬼 我去 天影影视集团的实际控股人是穷鬼 那你们连人都不算了吧 他们是三观都崩坏了吗 笑死我了 这些月薪三千的虚荣鬼 不会真以为凑钱进来吃个最低消费 拍个照 自己真就是个名愿归父了吧 哈哈 哈哈 我看他们把自己都洗脑了 太特么的真实了吧 仔细想想 这些名愿还特么挺可怜的 只能骗骗那些同样租车出来耍妹子的假富二代 遇到真正的神豪有钱人 根本认不出来 吃这种几万块的 就像是普通人在街边吃快餐一样 自然毫不在意 和喝粥一样简直是理所当然 但这些假名愿却觉得 真正的有钱人和他们一样 做什么事情都要端着 怕是天天活在梦里吧 你们做法不对了 不能这样取笑别人 破总说的对 是我们做错了 破总我下次一定不会再取消别人了 我错了 哈哈哈哈 你们笑什么 赶紧给我离开着 我才不希望我们的照片里有你们这些穷屌丝 降低我们照片的质量呢 就是就是 真是灰气 小姐 你们在耽误其他用户用餐 本店可就不客气了 这老板真是没眼力见 我们可是属于贵族 都是名媛 以后少不了要出来吃高档饭店的 就是 你要是得罪了我们 以后我们就都不来你这里吃饭了 你至少得损失几千块吧 哼哼 几千块很多吗 这位先生正在喝的这款饮料 就这么一小瓶 就不止这个价了 什么呀 你看看这位先生他们捉的 晚上吃的东西就有一百多万 他们的零头都比你们多 你还说他们穷鬼 我是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真的很害怕 你把我尊贵的客人给吓走 知道吗 这他们一顿饭 一百多万 什么叫神嚎 这他们就是神嚎啊 能来这里吃过伤百万的我 以前也就见过一次而已啊 那个人就是李希狗少爷 但是那次他们来的 都快六七十人一起吃的 这次又开眼界了 我说这几千块的寿司 怎么可能这么好吃 是我草率了 兔总实在是太好了 而且 你们刚才居然敢大言不惭的 讽刺我店最高级的贵宾 你们知道 这位先生是谁吗 不 不知道 一顿饭就吃上百万的超级神嚎啊 这身家不得几十亿上百亿起步吧 这种超级神嚎 不就是我们拼了命 挤破头都想嫁入的豪门吗 刚才怎么就狗眼看人低了 怎么就眼瞎了 平时补的功课都白费了 超级豪门就在眼前 我们居然还嘲讽人家 告诉你们吧 这位便是地豪集团背后掌权人 身价至少几万亿的兔董 真不知道 你们怎么敢理直气壮 叫人家穷屌丝的 真是不敢置信 你好像少说了个千 表弟 这次又被你装到了 你就是那个 让李斯林亲自去道歉的兔十三啊 不错 怎么 各位贵族小姐 对兔某有意见吗 不敢 不敢 哪里敢呀 兔董 您如今可是文明江海啊 是我们刚才眼拙了 不 都是安吉拉和凯西 狗眼看人低 跟我可没关系啊 兔董 我可是一直仰慕您呢 我和安吉拉和凯西 这种绿茶可不算是一种人 你别误会呀 你休想把自己撇得那么干净 你来这里是为了干什么的 自己不清楚吗 你们两个什么意思 不要给我胡说 哼 知道自己没办法得到兔董了 就开始诬蔑我 简直是坏透了 兔董不要听他们说的话 这两个人很坏的 好啊 你无情 也别怪我无意了 想翻脸不认人吗 忘了自己都是些什么东西了吗 你就是一个虚荣的绿茶 凑钱拼高端奢侈品 哪次不是我牵头大线的 你们身上这些名牌包 大牌衣服 哪个不是我给你们租的 没有我这个大姐的 你们这些垃圾 也想调腹二代 说到底 你们就是一群在梦里狗活 虚荣又不要脸皮的假野心家而已 你们两个又好到哪里呢 真是不要逼脸 我去 还没人说他们呢 他们自己撕起来了 这也太精彩了吧 贾明媛遇到真神豪 发起了内战 这一战不可收拾呀 贾明媛内战爱 太特么精彩了 表弟你魅力未免也太大了 人家都在为你而战呢 就是就是 兔懂超帅 没呀 这些人脑袋里面都装着啥呢 我也是服了 都给我住手 成和体统 他们几个都别让跑了 今天他们弄坏的东西 也有价值几十万 都给我看好了 今天不赔我的损失 就别想离开了 什么几十万 老板不是我弄坏的 都是他们两个弄的 你找他们两个就好 几十万 完了 我一个月赚三千块 一年才赚三十万 我得努力一年才能还得起呀 难怪呀 智商堪忧呀 老板我算了下 他们造成的损失是九十三万 平摊他们三个一人要三十一万 听到了吗 你们谁交了三十一万就可以走了 三十一万 我身上能三千一 都是我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了 我给你三万一 你放我走吧 你做梦了 看来你们都赔不起 带下去 刷盘子 刷到能把钱还完为止 不要啊 兔总等下 这是我们店的至尊卡 能代表你的尊贵的身份 能受到最好的待遇 持有本卡者 在江海可不超过十位数的 不必了 你这种日料店 送给我都不要 没兴趣 我们食材都不采用国外的呀 没有危险的 你们的寿司 不就是米饭包着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跟中餐的脚毛 都比不上 就是一堆饭团子 加上些刺身什么的动品食物 就卖的死柜 送给我都不要 而且 你要记住了 寿司源于中餐 而不是日料 别忘本了 还有你明天把它改成中餐厅吧 不然 你也没必要开下去了 大家都走吧 我这是哪里得罪了兔董啊 迷心迷喜 大大敌 刚才是不是你扬言 要让我们日料店改成中餐厅了吗 是的 有问题吗 你敌 大大敌 气死我了 今天你必须给我跪下来 然后收回你说的话 我们和知集团 不是你能亵渎的 我不呢 我还想让江海的日料 全部变成中餐厅呢 你找死 我说你们和知集团人 都长这么矮吗 小短腿 你底 气死我了 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你